可以違法濫權 去做生意 或許不得利 比如說盜採殺死這種 絕對不可以 可不可以答應 郭台銘拿到麥克風 炮口對象 韓國瑜猛烘 絕對不可以夫人干政 或許不得利 對不對 相夫這個 叫此絕對不可以 相夫干政 每句話都酸到不行 就連柯文哲也被掃到 那他是一個 快人快語 直言直語 對我也有所批評 柯市長對我所有的批評 我都完全接受 但是我最欣賞他一句話 最近 他說搞台獨的都是垃圾 同不同意啊 同意 柯文哲滿頭問號 當場搖手否認 甚至公開澄清 我沒有講過這一句話 所以他講的跟我講的不一樣 人家講A你不可以講B的 我跟你講有些搞台獨的是騙子 跟搞台獨的都是騙子 這兩個不一樣 這個差太多了 立場不同調 郭台銘甚至喊出 想站台就要替他的政策背書 他的所有的立法員 如果不背書這個 我就不幫他站台 可以幫多少算多少嘛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巴著人家 我也覺得不需要 站台助選不是非過不可 可憑沒有想要哥哥抵 如果兩大一小的話 這個小黨呢 他就會變成關鍵少數 他就會拿翹 所以兩大兩小 這是最好的一個生態 郭台銘替郭家軍在柯頌間 裹板面三個盟友各有盤算 三選國選群情人收組 新北市報導